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3月14日 餵食貓NN去了食半假 日式時令背 鐵板燒套餐 請大家like comment share 和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Let's go 由地鐵的A出口 上了扶手電梯 再由A1出口 上了樓梯 出口向相反方向走 轉了入尼敦道直走 見到麥當勞 就到達了Lader Dunders 搭升降機上19樓 就是今天去的餐廳 背料理 餐廳洗手間環境都不錯 都幾光晚和整潔 還有一些酒的擺設 都設有巴桌的座位 我在Open Rice 餐了12點 放下熱茶就點餐 今天我是叫做一人份量 280元的Omakase圖餐 首先就是這個醬汁尺背沙律 醬油汁沙律裡這個尺背 都很新鮮 和鮮甜 爽口蛋芽 加上酸甜的沙律汁 非常好吃 還有些新鮮的番茄仔 和帶子裙邊 都爽口好吃 另外有些山菜絲 和紫山菜 都好吃 退餐有6道菜 第二就是松葉蟹 茶碗蒸 茶碗蒸賣相都很漂亮 上桌的時候熱辣辣的 有冬菇和滑蛋 充滿了很多新鮮的蟹肉 味道都很鮮甜 還有一些帶子粒 味道都很甜美 有一點白果 很好吃 第三道菜呢 就是一品清酒煮聖子 上桌熱辣辣的 聞見陣陣的清酒香味 面頭就有蘿蔔絲 和均布 聖子不算太大隻 是中型的 時間煮得剛剛好 味道很鮮甜 彈牙 十分之好吃 今天我是被安排了 坐包桌 所以就有機會欣賞到 師傅煮鐵板師傅的手勢 師傅現在處理這個 就是 金雕樂輪燒 非常漂亮 顏色 金雕魚很大 還有紫椰菜花 還有黃色的椰菜花 還有熟米心 由於是每一份餐這樣煮的 現在這一份就輪到是我的 師傅就用它純熟的手勢 來煮這個 金雕魚 坐牙桌 就有這個好處 就是聞到很香 色香味俱全 然後看見師傅擺碟 非常之漂亮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這個金雕辣輪燒 賣相都不錯 可能因為火力太慢 有少少焦香 這個粟米心也很鮮甜好吃 紫椰菜也有少少焦香 黃椰菜也是 黃椰菜也是 都有略鹽焦香了少少 我就越來越尊重食物了 其實食物最主要就是要新鮮 和鮮味 這樣就好吃了 這個金雕辣魚燒呢 都很鮮甜 但是由於過火的關係 就不夠滑 但是都好吃的 第五道菜呢 就是季節帶子南瓜湯 賣相都很美 熱辣辣的 裡面呢 有些西蘭花碎 和帶子粒 濃濃的南瓜湯呢 喝下去呢 都挺有南瓜味 但是就略鹽呢 鹹了少少 最後呢 就輪到這個 青花蝦和牛鐵板炒飯 哇 師傅呢 炒這個飯呢 炒得非常之香 真是看見都想吃 很快呢 就炒好了 最後一道菜 櫻花蝦和牛炒飯 賣相都不錯 裡面呢 充滿了和牛粒 和櫻花蝦粒 日本飯呢 充滿了淡淡的蛋花香味 炒得非常之乾身 味道都很好 十分之好吃 不會太甜 最後呢 餐廳呢 是送了這個西班牙 果凍蛋餅布甸 水果呢 就是有這個 士多啤梨 和藍莓 蛋餅呢 都非常之 軟滑 和非常之好吃的 不會太甜 好吃 都見到隔壁桌呢 有燒 鮑魚 鵝肝 和和牛 都不錯的 但是我今天沒事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